优点其实反正你做完之后 等于之前的很冗长的公式 你要写一堆公式 那就不是什么太大 之前写完可能就一串的公式 那现在几乎就不用写那些公式 所以直接就执行就OK了 那这个是计算哪一个字 比如说M有几个的这个函数 那当然这个M0也可以改了 那将来比如在一个出称歌里面呢 到底出现几次在这个某个字元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那个有关数字 大写小写 那这个当然我们一样 把刚刚的这个东西 你把它 我是把它复制一个新的 Ctrl 键按住 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这个工作表名称 我叫做不同复制元素 那里面当然我把它区分成三个 一个是数字 比如说呢 在这里面 0出现几次 1出现几次 应该是0到9 总共有几个数字出现过 0到9 OK 在这个密码里面呢 出现几个数字 几个数字 那这边的话 我希望把最后结果显示在这边 第二个问题是 英文大写里面呢 有几个在这里面 这里面出现 出现过的次数几次 那英文小写 在这个里面出现过几次 把结果给显示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一样 这边我把它拆成 为什么要拆成三个范围呢 主要呢 你要了解 其实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你可以移到那个最上面 这边有一个什么 那个内码表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要找什么 找0到9的话 在那个 内码里面 其实就是48到57之间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什么 假如说我要一个个找 你不可能说像 之前的写法 比如我找0到9 那你总不可能说 把数量拆成 拆成十个 然后Find的时候呢 你用什么呢 Find什么 Find 0 假设啊 这边前后双引号 自己要加一下 因为你打个0 它好像不会自己帮你加 那个双引号 会错 OK 这个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OK 在哪边找 在这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 有的话呢 它会告诉你有几个 我跟这样 第一个出现的位置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0没有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如果找1的话 1 有 在第几个 第二个位置 再来2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总不可能说 0到9 全部再乱过一遍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我希望 它可以帮我在0到9之间 一个字 一个字帮我抓出来 抓完之后呢 再帮我找找看 如果找到的话呢 就帮我把数量 加1 这个概念跟刚刚有点类似 但是逻辑又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怎么 怎么可以让它 这个里面的 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变 那改变的范围就是 在多少 就是0到9之间 那0到9之间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叫CHAR CHAR 刚刚有用过 CHAR 这个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取48 怎么样 其实48呢 也就是0嘛 OK 那我可以48到57 所以这个范围 假如说呢 我要把它写成一个范围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大瓜糊啦 前面有讲过 或者你可以用另外方法 用ROW来代替 ROW的话呢 它也会抓到什么呢 哪一些数字 那你中间包一个ROW之后 打一个48 冒号57 那就有点像帮你跑个回圈 然后后面记得后瓜糊要加一下 这个的 这个ROW的瓜糊 CHAR的瓜糊在这里 OK 把它包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帮你什么 在0到9之间去找找看 不过呢 如果你不执行 Ctrl、Shift、Enter的话 它只会找第一次 但是如果你要执行多次的话 记得按Ctrl、Shift、Enter 我们把它先打勾好了 打勾你 它执行第一次 那不过它会先执行0 后面没有执行 第二个的话 因为我要把 找到里面的所有数量 帮我算一下 那我可以什么 把它剪下来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Ctrl 把刚刚的公式再贴回去 贴回去之后 你会发现 Ctrl主要是找里面有找到的 那有找到表示 它回来的会是一个数字 如果找不到的错误 所以Value错误不要加 有找到的帮我加 那有找到的数字表示说 它在这个里面 是有这个数字存在 所以总共你会发现 会有四个 但是你按确定的话 它因为没有执行正列 所以回来还是0 执行第一个而已 让它执行全部 Ctrl Shift加Enter 这时候你会发现 就会帮你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记得 Ctrl Shift加Enter 那我习惯是按 右边的Ctrl Shift加Enter 因为刚好 Ctrl Shift按下就好 但是刚好有同学 那个笔电 一定要按 那个左边 你按右边好像不行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 用这个 这边的电脑是可以 用左边右边 好像都没有差别 好 那数字部分找到了 特别是用Row 48到50 其实它就是帮你一个个跳 就是48 逗点 49 逗点 一直到57 的这个范围 总共有9个号码 一个一个帮你跳 跳完我们用Find去找 找到之后的话呢 帮你把它加起来 加的话是加 那个有数字的 一个算一个 不是加总 是加那个数量 那再来的话 当然还有所谓的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 那其实逻辑 你会发现其实都差不多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是这个表 刚刚是48到57 那大写的话是65到90 97到122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65到90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其实有个简单的做法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贴上之后呢 把这个改一下 因为其实它的逻辑是一样 65到90 最后记得呢 Ctrl Shift加Enter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大写里面的A到Z 去全部找过 有找到的帮你加起来 加起来 加起来 OK 那小写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你把它贴上 这边的话呢 就是多少呢 97到122 OK Enter你会发现 多打几次啊 你们那个 Azkiko表的内码的位置 慢慢已经 已经有个概念了 所以以后看到内码表 就不会害怕了 我刚开始我把这内码表秀出来 大家那表情都非常的惊恐 感觉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那其实不用太恐慌 里面你就记你需要记的啦 那有些可能暂时用不到的 你就先知道说 其实反正就符号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就符号 还有一些控制 比如说像Enter 或者像Backspace Enter的话理论上是10加13 Enter哦 它会送出10跟13 那Backspace是9 我怎么知道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那Azkiko内码表 这边都有嘛 9有没有 跟着一下 应该9是这个啦 9是Tab啦 跟着一下 应该是8是Backspace 如果是那个10的话是New Line 有没有 13的话是Return 所以通常你按Enter 我记得是先10 New Line 然后呢 再Return 会有这种顺序 其他的话 我想你不用刻意背 大概瞄一下 大概知道 这些 OK就够了 最后呢 你把它已是一样 小写的话 Ctrl Shift 加Enter 那最后 其实我们 如果要知道说 这里面呢 到底有几个不重复的 其实就是什么 把这三个加起来 不就得到答案了 所以其实这三个啊 加起来 要不就是你做完之后 那你就怎样 把它用加总的 Sum 常用里面有个Sum Sum的话 就把这三个加起来 打勾 也可以 要不的话呢 如果你要一次 全部把它做完的话 不过一次性做完 就要写这样子 第一个Count 就是Find第一次 加Find第二次 再Find第三次 然后呢 就把它全部Count 起来 做法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改 改的方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Ctrl C 如果全部一次性的话 那你就贴上之后 游标放这里 插入一下 把这边复制 这个贴上 这个范围改一下 改什么呢 改65到90吧 就第二个范围 那这边再贴一下 就是在97到122 所以会有三个范围 数字 大写 小写 那有三 因为Count 它允许你多个范围 帮你算 所以你也一次性可以 那总共9啦 不过9按确定 它会只有1 因为Ctrl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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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最后一次的 Final OK 所以 这个部分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逻辑啦 只是要实做看看 那再来当然做完之后 也可以思考啦 如果这个地方 这三个如果你不想用 这个函数来解 可不可以用VBA来解 当然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这个地方 怎么来撰写这个程式 程式也并不复杂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